Leo聊四季 天原種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WP圖對上日本人 這場地圖是阿拉伯 阿拉伯我們先來看雙方地圖 黃色是在約九點鐘方向 九點鐘方向 這邊有果樹 果樹在前面 黃點在前面 都算是針對敵人的位置 所以這個 這位高手 Mihai 06 這位也是常常在天梯上出現的 也算是 天梯前兩百或是前一百 都常常看到他的名字的 一個位高手 那這場地圖 以達羅皮圖來說 也沒有說特別強 因為達羅皮圖他其實算是一個 海圖的文明 他打海的話優勢會更大一點 因為打阿拉伯來說 我覺得他沒有特別強 好 那稍微來看地圖 那地圖如果他要圍的話 我目前看起來的感覺是 他只能小圍而已 然後剛才找個機會 把這裡圍起來 那不管怎麼說 他怎麼圍都很難圍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 他只會用這裡小圍 直接用TC聯防 把防守這個位置 然後前面這個地方 可能要插TC阿 或是插劍塔 要防塑果子跟金礦區域 那這張圖明顯對他不太有利 然後看日本 日本也是喔 哇 日本也是爆產那種 但日本相對好一點喔 你們看果子在後面 跟黃金在後面喔 可以讓他前期過得更舒服一點 防守來說 比WP圖的圖更好一點 那兩邊圖都是超級爛的狀況下 很有可能喔 兩邊都會打快攻 就是打這個棒棒開局阿 或是小弓 戰矛 戰矛長槍冰怪喔 都有可能 好 那就來稍微加速一下 看兩邊怎麼打吧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配置吧 很久沒有聊配置了 好 配置部分看起來是山木 山木的話 很有可能是要打這個 先術 術封箭打法 打裝甲都有可能 裝甲的話 可能要再多一點人啦 這個 所以裝甲可能會被 呃 不太可能是裝甲 因為山木的話 木頭要再多一點 除非他後面有再補木頭 看起來是沒有補 所以看起來 達羅的P圖是更有可能打裝甲的 對 打裝甲 OK 因為木頭量 這個為什麼我要這樣解釋 就是因為 木頭的需求 你前面這一兩個人的配置 就會讓你的 戰術方面的選擇就會變化非常大 三木的話 打裝甲算是比較極限一點 比較難打 有一些文明是可以 但日本是不太能 好 雖然他有這個半價能力 要打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會變成說 他的經濟會比較爆炸一點 你要這樣想 因為日本他這個文明 他雖然本身有這個建築 會沒卡到 OK大量村民使用懸吊 逼走 的敵人 那目前看起來 日本這邊是要打小弓喔 這邊有挖黃金 然後刷薄木 那小弓配置通常是八木 造石木 然後先配三金 然後再把這個金喔 慢慢補上去 補到八金是九金喔 都有這種打法 那想打極限一點的話就是八金就可以了 那要趕快一直射這個小弓喔 那我說的八金是指雙射箭場的 誒 我一講完就送射箭場什麼意思 呵呵 雙射箭場的話要八金喔 不然會斷小弓喔 那這個打法算是封箭 最有殺傷力的打法 就是玩弓兵國的話 這個打法是最猛的 然後那這邊裝甲再過來燒了 看小弓出來了 直接射死 那這邊達洛P主也是打小弓 那小弓的話也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配置要趕快注意一下 趕快補到八到十木 好有補到九木十木了 OK 然後補到十木之後 這個小弓不能斷 然後趕快要撒田喔 多餘的木頭就是撒田 才不會讓你上城堡實在太慢 因為打這種 雙射箭場小弓的一個文明打法 這個木頭會吃緊 非常吃緊 然後肉量會不太容易夠 那這邊看到對方出戰馬的話 自己也要適時的去按戰馬 那要趕快去補下這個冰工場 但是冰工場又太貴喔 因為冰工場有150木 然後再加100肉跟50黃金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你看這個黃金 跟木頭量 這是非常緊張的喔 這就是高手之劍的對決 加龍吹這個問題喔 因為如果你再去按這個戰馬的話 就更容易因為按戰馬 很容易補不下這個射箭場 不是射箭場 冰工場 那邊冰工場也是要木頭的 按戰馬也是要木頭的 然後撒田也是要木頭的 那就有人說 那為什麼木頭不補多一點呢 也是可以的 那通常都是石木喔 然後瘋狂撒田這樣子 那你這邊木頭補的越多的話 就代表說你農田就越少 那你上尘寶時代就更慢一點了 那目前看來達魯P圖的配置是更好一點的 那這邊有沒有標準的石木沒有爆出來 那你看他這邊壓制也是壓制的蠻好的 農田樹也確實比這個日本多一點點 所以那個細微的差距就會決定你 上射箭時代跟對手之間的差距了 這就是四義帝國博大精盛的地方 好 那目前有 一弓射程 兩邊都有一弓射程喔 但是這邊日本的戰馬比較多 來看一下兩邊怎麼秀操作 好這邊是選擇左右跑 因為封堅時代兩邊都不可能有彈道學 所以左右移動的話是躲避箭矢的一個最好方法 那這個操作量可能會很大 因為你要邊移動邊攻擊 但戰馬只要距離夠近的話 你在左右抖動也是沒有用的 而是射得到的 那這邊日本人決定要撤翠喔 覺得自己好像有點損失慘重 但我覺得 WP圖損失的更嚴重的感覺 好 那由於這邊 決定要打存戰馬的關係 所以日本把這邊的金礦 挖金礦的村民全部拉走 那但是達洛P圖這邊並沒有 哇這邊補到十一金喔 但是卻斷了小弓 而是出戰馬 所以可能會有報徑的情況 那創這時候 達洛P圖趕快補下這個士忌喔 然後趕快來去把這個經濟 補成城堡時代改我的配置 就是把經濟 黃金拿去換肉 上城堡時代會比較好 好那繼續看下去吧 那這邊看起來 要直接進去了 欸沒有動 這裡有這個房子喔 太顯眼 好 這邊達洛P想要追 OK士忌有補了 補下士忌之後 這些黃金換成肉 上城堡時代就會快一點了 就不用再去刻意像日本一樣喔 把這個黃金 挖黃金的村民喔 去挖木頭阿 或是肉 欸如果像阿 日本這樣去調整經濟的話 喔問題就會是 你沒辦法喔 瞬間去上到城堡時代喔 那不如就黃金就一直挖喔 靠買賣上城堡時代 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達洛P圖這邊順利按下了城堡時代 後面這邊兵也是有在出喔 那這邊一點城堡時代之後 全部按小弓 那這邊就要趕快保留住 小弓的數量喔 不能在這邊送喔 你再送的話 那這邊奴兵 到城堡奴兵就越少 那達洛P圖其實打戰毛 是有優勢的 因為本身達洛P圖 跟這個象公喔 有25%的攻速加成 所以以前期來說 達洛P圖戰毛 打法是不會輸日本的 那這邊算是比較注重 上城堡時代的經濟打法 所以並沒有狂出戰毛兵 而是有選擇斷下 然後開始出這個弓兵 要出這個奴兵了 好 升級奴兵之後 日本這邊也是 上到了城堡時代了 好 那這邊上城堡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有轉出這個品種 還有這個馬鎧 馬鎧可能等一下超一點 好 要來打這個騎士了 很多人都以為 日本是不能打騎兵的喔 但是城堡時代是 其實誰都是可以打的 唉唷 達洛P圖大象阿 那個 象毛夫也是蠻好用的 達洛P圖的 這個毛象夫 是沒有特殊加成的 他打這個象公喔 還是比較穩定一點 達洛P圖的 毛象夫只有這個 欸 無枝鋼喔 這個無枝鋼 可以無視裝甲的一個能力喔 但你想阿 大象無視裝甲這個能力 除了打騎兵之外 並沒有太多的一個能力喔 因為其他單位的防禦 本身就不高了 好 還有這個 步兵喔 步兵也是 可以用這個無持量來打 好 那毛象夫出來 應該也只是出個 壓制壓制對方的 戰矛喔 並沒有想要真的去拿來當主力喔 只出了一隻就沒出了 那確實這樣不錯 因為出太多隻的話 很容易會讓自己進行爆炸 因為這時候 上城堡第一時間就是要先開TC喔 先開個TC 然後下個修道院 然後再開第三個TC 好 修道院下完之後 趕快去找這個遺跡喔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要來看一下 兩邊哪時候可以下這個 修道院喔 因為 大象不能一直出的關係 尤其是因為你會斷存 所以你雙TC就會斷存 斷存就很容易爆炸 好 那這邊 有弓兵趕快要把這個騎士收掉 但是這個騎士有預防了 那日本 在衝浩時代 裝甲騎士還是有2的 所以日本裝甲 到這個衝浩時代 是能打的 但比較常見的是 日本封劍是 封劍打小弓喔 城堡打奴兵的一個打法 就是比較常見的 騎士反而比較不常見 在團戰來說 比較常看到 就日本那一家的話 還是會打這個騎士 這個什麼 武田騎兵隊喔 風靈火山 所以騎兵不會非常弱 還是有一點實力在 好 這邊看一下修道院是蓋在正門口 正門口的話 那就要很小心喔 因為通常會蓋在家裡面 因為你蓋出來的話 很容易被騎兵直接騎上來 那生旅就不容易出來 不容易出來的話 就不好照這個生旅喔 很容易就會直接被貼上了 然後直接硬砍掉修道院 這是比較不樂見看到的一件事情 好 你看你這邊修道院 哇你蓋在外面怎麼辦 對不對 這邊也不能按了 酸旅也不能按 也不能去招騎士了 也不能喝止對手 哇 這個修道院蓋的位置就不太好 這個就是一些CD5的細節喔 就是你不能把修道院蓋在這麼尷尬的位置 好 然後結果這邊 這邊為了要抵擋騎士的進攻喔 結果戰毛兵跟小鳳搭配喔 射死了一些村民 那這邊目前是 欸 只殺到一村而已喔 打落皮肚黃色是殺到兩村 好大象來拆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當然是大量的弩兵過來了 但是日本這邊沒有想要硬上 好工兵回舊之後 就稍微可以能抵擋住這邊騎士的進攻 那這邊僧侶喔 可以找個機會來按一下了 有單導學之後 對騎士的效果就會更好一點 好 單導學還有15秒 好大象也被解掉 但是日本這邊轉出了頭車 來看他這邊頭車能不能秀到一把 頭車怎麼秀是很重要的 好日本這邊這時候開出了第三個TC 好這邊TC開位置還是可以喔 但如果是我會蓋這個位置喔 可以再挖金礦 哇直接砸中 還好是高地喔 低打高 所以頭車的傷害力沒有到最高 所以這些工兵喔 平常能擋住 但由於被砸到一把的關係 騎士只要砍個幾刀 這邊奴兵就會損失非常大量喔 那頭車這邊被大象開始抵 有點困難 那順帶一提 所以大洛P圖是新文明裡面沒有騎士的文明喔 完蛋了 大洛P圖很慘喔 是沒有騎士也沒有駱駝的文明 所以這邊大洛P圖用大象 只能用大象去解這個頭車喔 哇 這邊損失很慘 那工兵也沒剩底支啦 好那這邊趕快再努力圍一下喔 只要讓這邊騎士衝得進來 那大象抵擋騎士的效果還蠻不錯的 因為本身大象是有這個擴散傷害的 而且血量很坦 250滴血 是騎士的兩倍血量 兩倍又再多10滴血 是不是蠻厚的 但是這個造價也是非常不便宜的 所以這邊大洛P圖要想一下要怎麼打了 雖然這邊大洛P圖有點一個異防鎧甲 但是出大象不是個太... 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喔 因為大洛P圖本身大象沒有特別的一個加成 所以我在想喔 大洛P圖出個相公可能會比較好一點喔 但是相公造價也是特別高喔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要趕快出這個頭車喔 去反制對手的頭車 欸對有在出 那這個門要趕快找機會趕快補下會比較好 然後這裡要趕快圍起來 對趕快圍 不然這裡會直接瞬間爆炸 這個騎士已經打了 投射也不用玩了 那修道院的話 可能還要在家裡在前面再蓋一個會比較好 那你看這邊 喔這邊騎士又來繞 但是這邊已經有圍起來了 可能會被砍死一到兩村 砍個兩村應該沒問題 OK瞬間收走走掉 好走人 那参侶一直沒有辦法出來 做抵抗招牆的動作 所以沒辦法一直讓這個騎士逼走 那騎士一直有無作非為阿 呵 很尷尬 這個修道院真的是讓我覺得很 有點奶流阿 看了覺得有點 鬥夜痛 好 那日本這邊騎士的量其實真的蠻大 那二房也點下了 雖然他們點攻擊力 但攻擊力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防御要夠高 騎士的威勢力才夠 那騎士最主要的呢就是 把對方的兵喔 鎖在家裡 那就是日本有做好事情 這個騎士喔 並不一定要真的要衝進去喔 大殺一波 好讓對方的兵喔 鎖在家裡就好 那要衝進去也是可以喔 但是要看個情況 不能 馬上去衝 那看起來 這邊DS喔 是有看到這個 長槍兵喔 在裡面了 所以才沒有這樣刻意衝進去 如果對手兵量很少情況下 這個騎士才可以往裡面衝 那DS也是相當聰明 知道情況不太對喔 不能隨意亂OE 亂衝 好 那這邊頭車直接硬砸 唉唷 在砸一個村民 那個村民在發呆 好那這邊 有大量的工兵在裡面喔 那這邊DS 還在探地圖 看有沒有偷偷在外面挖野精 挖資源的村民 這邊進攻跟內陣喔 探查資源喔 都有做到喔 那我沒記錯的話 這位DS 是台灣那個DS嗎 還是我又記錯了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DS喔 應該不太是 我記得他的名字好像不是長這樣子 也不知道他用改名 好 那DS也是台灣之前 新海爭霸的職業選手 他的四季立國實力也是 天梯前百 前一兩百喔 我記得有 好 前五十好像偶爾有沒有看到他的樣子 甚至也是實力高升的一位玩家 好 日本這邊慢慢轉出了 工兵喔 要來打強弩的樣子 這邊二級色也點了 工兵可以來解這個長槍兵喔 效果比較好 那對於解騎士來說 直接砸中間 砸掉了一大堆的這個 長槍兵 長槍兵這邊想要救頭 頭車想要救掉 但是沒有辦法救 頭車全部爆開 騎士人皆敗退 工兵沒有過來 但工兵要過去的話 這邊射了這個長槍兵喔 效果還是不錯的 但是後面有台頭車喔 頭車這個要解決掉 所以硬一點血 欸這邊有拉大量車門過來 可能是要蓋城堡了 城堡還有大概五十十左右 大概過去差不多就挖好了 那這邊工兵的量其實還算不夠多 而且騎士 看來要不要找個機會喔 去把這個頭車給點掉 不然拉一隻工兵直接去硬點也是可以的 今天這個射擊法就爆了 好大量村民走得出來 大約有大概十六村左右 哇這個村民數夠多 這個沒有在小看對手 WP2也是非常謹慎喔 既然村民一出來喔 這個城門就一定是要蓋起來了 但我覺得蓋得不夠深喔 所以我就會想要插這個位置 直接插爆你這個TC跟石頭 直接插完石頭 真香 但是日本這邊的經濟已經可以快上到 帝王時代了 帝王時代以上的話 就會跟達魯P2打出一個差距囉 所以達魯P2這邊要上帝王時代後 還有一大段距離了 然後這邊看到城堡被蓋了起來 趕快拉村民走 但還死了兩村 那有人會說 欸為什麼打魯P2跟 日本這邊經濟差距這麼大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的長槍兵喔 是按了太多隻了 這麼大量的長槍兵至少按了三十隻左右 剛剛有損失一些嘛 所以這邊 三十隻的這個肉量喔 你就可以知道 他花了多少肉在投資在防守上 但這是一個比較標準性的打法 就是 你真的太薄弱的時候 你還是要硬按兵喔 你也知道對方可能在上帝王時代的話 你還是要去按這個兵 不然很有可能會被一波帶走 所以這個就是 世紀帝國裡面的一個小細節 你都已經知道 對方兵很大量的時候 你也不要再去投這個帝王時代 趕快按兵比較實際 這是比較可以穩定上 上分的一個方法 寧可出兵 也不要抱著資源死去 就是這個道理 投車才能砸到 但是後面有大量兵去回救了 後面的兵回救 日本現在被兩面包夾的情況 日本要再繼續騷擾嗎 但日本這邊也是因為自己的兵 不夠多的關係喔 所以才選擇這樣的打法 好這邊趕快投這個弓兵 哇沒有投到非常多 因為這是踢地板喔 好那這邊 投車沒有做太多事情 就死去了 這邊騎兵 騎兵也是蠻困擾 我覺得騎兵趕快往前走就好了 就要再去管這個弓兵了 那弓兵就稍微甩一下射一下 然後騎兵一直往前走 好這邊一個聲東擊西戰術喔 用少量部隊喔 逼對方阻力部隊回來 那讓家裡喔的壓力減緩一點 那這邊日本首要的任務 就是要趕快蓋出個城堡 在TC這附近喔 在家裡 然後趕快出這個巨型投石機喔 反彩對方城堡 畢竟對方這邊還是在暴兵的狀況喔 除了一直在暴兵的話 還是蠻難打的 那趕快這個弓兵也要繼續按 公兵一直狂暗的話 才有可能守得住這波攻勢喔 原來日本的是有強弩又有拇指環喔 要打什麼都可以 但是就是要守得住喔 好 那這邊公兵 看來是要全部中光了 騎士還想繼續繞 但是打我拼盾已經又蓋下第二個城堡了 有點重傷日本的經濟喔 原來這邊城堡一蓋好 將近有大概快要十片田左右 沒辦法中 這邊村子就趕快拉走了又拉走了 哇 趕快跑趕快跑 這邊村子也是啊 哇 這邊的礦好 好 日本這邊 沒有人在挖石頭 因為這邊石頭剛剛在這邊喔 挖到一半就被阻止了 然後這邊中路找到野石 但是那個石頭離敵了很近啊 哇 日本真的很尷尬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這邊的石頭 趕快來挖這邊石頭 原來他這邊上帝王石 他也沒有城堡 那這個城堡也是拆不掉啊 問題還是很大的 好 那這邊打羅皮圖 用自己的巨樣部隊 想要往前進攻 但是日本這邊強弩還沒有好 雖然花雪點下三級射也好 好 那再換成強弩 就可以去秀這個操作 但是這個 欸 沒空 好 光 哇 這個部隊量很大 打羅皮圖這個 戳戳加上長牆壁的戰術 還可以啊 那問題是 打羅皮圖目前還是沒有打出他的優勢之處 哇靠 你直接蓋城堡 蓋在人家臉上也太兇狠了 欸 這個會被懲罰啦 這個強弩直接移過來 直接可以把村民射得酥酥脯脯脯 那這邊自己的部隊可能要過來救 哇 真的有點硬要欸 這個很硬要欸 這個真的很硬要欸 這個太硬要了 欸 村寶會蓋不起來吧 哇 真的假的 好 這邊直接開射 但是村民還是在死傷中 會不會你能更多的村民來蓋起來嗎 把打羅屁股這邊村民死傷慘重 但是應該還是有機會蓋起來95% 好 看應該沒問題了 這裡要撤了 快跑 OK 那又沒有石頭了 好 這邊蓋這個哨戰 應該是有看到這個 石頭了 趕快來挖 好 日本這邊趕快挖石頭 產能反制對方的城堡 那是打羅屁股 自己有自己的強大軍力喔 跟瘋狂連環堡 好 把日本插到不要不要的 那這邊帝王時代也是安心的點上 那有帝王時代之後 打羅屁股就可以跟日本這邊 拼力一搏 欸 這邊有個洞 哇 很痛 這邊可能會死很多村民 欸 但是有走位 躲掉了一些箭矢 那個射有點歪啊 都是沒有彈道雪的意思嗎 欸 日本沒有彈道雪啊 欸 真的沒點啊 呵呵呵 他沒有發現欸 我的天 哇 日本這邊 轉出青旗金喔 這邊自己點下品種 那這邊 看中技術一點下 好 終於看到石頭 日本 哇 看到石頭如今一樣喔 瘋狂爆挖 那這邊城堡可能要蓋在這個位置 這個高地或這裡 要防守這兩個派支援點 但是這邊又沒有控好 這邊部隊直接被對方強姆 直接秀了一波 那自己是沒有彈道雪的情況 但是打羅屁股是有的 這一波在我們秀潮作 已經怎麼太大意義了 所以這邊日本真果斷 送掉這一波強姆兵喔 好 而此隻強姆直接瞬間收光 看來這邊 日本展出了衝車喔 既然沒有軍頭時機 我就用衝車來撞 哇 打羅屁股這波進攻有點壓力大 但是沒有抓到這個巨型投石機喔 大量的黃金都投資到了 這個強姆上 跟這個生科技上 所以並沒有太多資源 可以去坐投資車喔 這個要是出一台投車的話 這邊可以瞬間砸光耶 這邊直接強行推路 看來這邊日本機器也不算太好喔 黃金量也是不夠多的一個狀況 好 終於意識到沒有 點這個彈道雪喔 補上彈道雪之後 也點個鎚鐵技術 有鎚鐵技術喔 就可以招日本刀了 日本 日本刀出來之後 這個日本武士喔 直接開路也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日本刀 打這個強弩喔 是有點心動威力有不足喔 所以這個 還要再看這個情況再出喔 畢竟自己一個城堡都沒有啊 出這個日本武士也是有點困難 在日本的戰術 我目前看起來是出喬弩就可以了 喬弩加輕奇幣 那採個機會喔 再出這個巨頭 然後再加這個日本武士喔 開始砍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順帶一提喔 現在打了P2是新版本喔 有這個火炮了 唉唷這一發砸到了 大量 哇第二發砸到了 倒了一堆戰矛 撐弓兵 撐弓兵 那這個頭側也是 有架子裡面撐 但是能 炸刀來不及阿 唉唷這個 戰崗阿 讓這個弓兵 即時反擊 好但是 沒關係 趕快立直回來 當然被弄到 趕快立直 立直 立直回來之後 就可以再反擊了 OK 再秀個V正起 操作一下 好大量的藏人走出來 那 達羅匹圖 我不太確定一下現在要怎麼打比較好 因為達羅匹圖他本身是一個 幾乎沒有騎兵的文明喔 他只有輕騎兵而已喔 跟這個日本一樣 日本也只有輕騎兵而已 但是達羅匹圖的輕騎兵喔 只要點一下巫師缸之後 就可以無視裝甲 這個能力喔 可以善用一下比較好 就算出這個肉買也可以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達羅匹圖這邊好像 有點慘 這邊化學是沒點阿 對 再點了 這個 弓箭組沒有火箭屎 沖車也是順利的 拆了蠻多建築物的 前騎兵給的壓力也是蠻大的 日本把城堡剛才右側這個位子 開始圖這個巨型投資機喔 巨型投資機趕快把中間這邊解掉 不然這裡的野鏡跟野石都快被挖光了 一直沒有這個礦物支援喔 對於後面的戰士來說是有點困難的 好 那大量的工兵直接開始集火 但是戰防兵直接硬點強弩 強弩先 只能先退一下喔 不能跟對方硬打 達羅匹圖不知道為什麼 開始經濟上有點出了點問題 村民術有點落後 20村 人口數沒有逼滿喔 日本這邊人口操作比較好一點 人口大概180村左右幾乎是滿人口狀快喔 但是達羅匹圖這邊還有60吋的差距喔 這個經濟並沒有拉到滿 所以這邊達羅匹圖可能會有點難受喔 這邊經濟一直沒有好 但清奇兵後面又做到事情了 而且這3公里點好 清奇兵的傷害有7加4 攻擊力10億的效果 對於打村民也是綽綽有益喔 然後7加4刀喔 對4刀就會砍死一村了 好那達良奇奇兵直接又來硬傷 但是這個有城堡 城堡找個機會 但是距離投資機 先拆掉DC之後 還是要來拆這個城堡了 能拆掉城堡的話 就可以比較好 挖到這個資源了 不然達羅匹圖這邊還有野石野金喔 記得野石野金趕快搶回來 有搶回來的話才有機會 好達羅匹圖 這邊一個 立一個大亨堡在這裡的位置 還不錯喔 這邊是個出兵點喔 也是 保護自己的經濟喔 這邊很多村民在挖木頭 而且農田都在這裡 所以立這個堡我覺得還算可以 因為這個是在高地喔 這樣對射的情況下 很有可能就光對射就可以射爆對方的城堡 好巨型投資機 一路開拆5巨頭 怎麼修 阿羅匹圖看到這個情況也不對喔 哇5台巨頭我真的是拆不掉 只能一直往後撤 看一下這邊 阿羅匹圖中出火炮了 火炮的話對付這個戰毛兵喔 跟這個巨型投資機效果是不錯的 好這兩塊之後 最後還是解掉了 好一把這個城堡解完之後 日本拿了大量的村民去挖這個礦物資源 但是由於這邊 兵也是往回撤的關係喔 讓這個達羅匹圖的兵喔 開始往前壓了 就不用再回去救了 欸但是這裡有個漏洞 欸這個漏洞很傷 但是這裡有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沒有關係 做了個幾下 還有城堡 應該是可以順利的全部收掉 沒問題 OK送光 太陽城堡開始在反擊 好現在目前城堡全部收掉了 日本一個絕地大反殺人成功嗎 達羅匹圖這邊出戰毛兵 互丟的話達羅匹圖會贏的喔 因為達羅匹圖的戰毛有這個25%的攻速加成 還是沒有硬打 港邊都打得非常謹慎 好那達羅匹圖這邊慢慢喔 展出了一些馬就 看來要出這個青旗兵了 不是馬 不是啊這不是達羅匹圖 這個是日本 這邊日本要出更多的青旗兵 所以裡面騷擾 當然城堡的數量還是蠻多的喔 達羅匹圖目前到處是有這個 城堡在的 好 這邊達羅匹圖的火炮 瞬間被日本的戰毛給投掉了 好第二台火炮出來 怎麼能砸到 唉唷 這個控的很快 看到火炮一掛 馬上往後拉 這個手術相當不容易 哇但這個戰毛跟這個強摩量太多了 但是沒有關係 上個高低 高低打敵地效果就是比較好 雖然自己數量上沒有那麼好 但是有這個高低城堡加持 達羅匹圖損失慘重 一排屍體直接出現 那這邊日本只損失了一些戰毛衣 黃金路基本上沒傷到 大量器兵直接上來硬砍 硬砍的效果還不錯 鐵碎使燒到對方的兵 在這邊達羅匹圖想要用 賣力的去控制火炮 火炮直接被戰毛直接硬點 好但是沒有關係喔 強烏的傷本還是蠻高的 那上面有大量的一個輕騎兵 過來防守 後面想要直接來硬拆 峻尼投資機 峻尼投資機也沒辦法防守住 哇 這邊這邊打羅匹圖 我覺得有點問題喔 這邊問題蠻大的 有點想要硬拆這個城堡 結果上面被二一分推 怎麼辦呢 上面被分推 但是阻力在下面 上面沒有任何的兵 在防守 上面的話可能要出大量的長項兵 但是上面我記得有一些戰毛也過來了 喔 戰毛也往下走了 然後這邊城堡 要怎麼守住呢 日本這邊的漏馬其實數量是蠻多的 村民數也是接近滿人口 達羅匹圖村民沒有股 但是單位也是不到一百六十幾了 但是上面喔 村民開始損失大量了 因為非常多的漏馬 開始砍這些村民 城堡就算在蓋起來這一個喔 後面這些巨頭 我們要把它解掉就是個問題了 然後大量輕騎兵直接過來 要打嗎 還是不打 要撤退 其實達羅匹圖 打肉把的話我覺得更好耶 因為達羅匹圖本身就有三攻喔 只有這個烏茲鋼 跟日本的親騎兵互打 日本是會輸的耶 哇 結果他沒有打 我覺得可惜喔 這個達羅匹圖 不一定耶 因為達羅匹圖沒有品種 所以這個護導還真的不知道誰出誰贏喔 因為這個騎兵的血量是很重要的 哇 那達羅匹圖沒有出物資槓 有沒有出肉嗎 情況下喔 對於這個 巨型頭司機 要很難解喔 只能靠著火炮 但只靠火炮的話 又要靠一經濟 黃金跟木頭 那基本上這兩個資源經濟也是挖乾了 裡面的木頭也是挖到都沒有了 都剩空地了 那如果你要挖資源的話 只能到上面喔 這些地方去挖掘了 那這邊看起來 日本也是瞬間守住了 雖然死了非常大量戰馬 地上都藍藍的一片 非常慘重 好 那達羅匹圖 這邊要再嘗試進攻的樣子 但是這邊再嘗試進攻 自己家的經濟沒有顧好 也是個問題 直接打出了GG 因為這邊黃金跟石頭都被控住了 自己的命脈已經被斷了 那日本這邊黃金也是慢慢挖了回來 這片石頭也是挖完了 經濟上這隻庫存喔 比這個達羅匹圖更多了一點 利用這個戰馬加興起屁喔 順利的苟住了自己的戰線 算是日本的一個小細節 好 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操作 好 日本這邊木頭跟石物喔 算是一個不錯的發展 因為自己的村民宿喔 是有贏過達羅匹圖20村的 所以這個20村的一個富力效力喔 這個效應就是讓日本的經濟可以拉好拉滿 那達羅匹圖這邊則是黃金上有點少 不是啊 是日本有點少 達羅匹圖黃金挖比較多喔 因為他前期有這個地圖控制住 所以導致他的礦產資源說話比較多 但是後面沒有繼續補村民 就是一個小細節的問題 再來就是他的手推測喔 到了一個小時之後才點 所以導致他的經濟喔 這一段經濟差距就越拉越開了 那前期這一段距離是還好 因為這個輪走技術本來在這邊就是比較 差距不是很明顯 但這一段時間呢 就是差距更大了 好 那二級伐木這一點喔 也算是蠻尷尬的 兩邊都是比較晚點一點的 都到36分才點這個二級木喔 不然這二級木應該是 一上城堡時代就要先點的東西了 就跟這個二級色阿 或二級馬卡一樣 都是要優先點的東西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現在 那工兵改版 所以造成食物不夠多的關係喔 所以才沒有優先點下 所以這個工兵增加 食物的消耗量喔 還是有點差 有點關係在的喔 並不是沒差的 因為那個少多一點木頭 跟肉量的話 讓自己的經濟科技 就不太好點上去 較影響還是科技阿 好 那看起來兩邊最大問題是 達羅P圖沒有轉出這個青旗兵喔 但是日本是有的 這算是蠻關鍵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